特斯拉3000美金不是梦啊 这个长周末可太热闹了啊 马斯克给员工发的内部邮件 告诉大家3000美金一股不是梦 这条消息呢是我们频道的朋友 应该算是全网第一时间发出来的 对吧 10点33老马发的内部邮件 10分钟之内就传到了我这里 我呢是先发了咱们这个油管的社区 然后呢想着发个推特 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 结果可好 我见识到了什么叫一时激起千层浪 我的这个推特提示啊 24小时就没停过 几百上千条的评论点赞转发 特斯拉投资瞧的大佬呢 包括Dave Lee 什么Soyer 然后Gary Black Hole Mars 然后Warren等等 都转发评论 甚至私信我 还炸出了一个这个隐藏的大佬啊 自称拥有一百万股特斯拉股票 排第三名的个人投资者 这个长周末呢 跟大家聊聊这个小八卦 发生了什么 影响有多深 最后聊聊 马斯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 发这种内部邮件来鼓吹鼓架 如果这期视频大家觉得有意思 麻烦提前点赞 表示对本频道的支持 事情是这样的啊 9月4号10点33老马发的这个群油标题是 如果我们执行的非常的好 我同意方舟投资的这个想法 内容呢 是Tesminia关于Ark Invest对特斯拉2025年3000美金目标价的这么一个文章 基础目标价对Base Price 然后咱们频道的朋友呢 也是员工啊 10分钟就告诉我了这个消息 我本来呢也没当回事对吧 因为内部员工本来就很多 咱们频道对吧 光一个手都数不过来 我也就没太当回事 但是啊 我还是想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的分享给大家 于是呢 我就先发了这个油管的社区 发完之后啊 也是闲的嘛 因为长周末嘛 我就想看看推特有没有人说 发现哎还没有 那我想那我就顺手发个玩吧 虽然我这个推本来也没有花太多的精力 就没事上去瞎点点 瞎转发转发 然后呢我就顺手这么一发 然后爱他了这么几个大佬 然后谁曾想啊 这条推特直接就炸了锅了 其实我发这个视频啊 差不多23个小时 68次转载500多次的点赞 然后有57万人看到 然而呢 这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的第一层 没过几分钟啊 我发完之后啊 这个Dave Lee就来私信我 提示一下我之前私信他 说想采访他 他没搭理过我 然后他就私信问我 说你这个消息是哪来的 我就说我们频道的这个内部员工发给我的 他说这个看起来是假的呀 有点像假的 你能这个是真的吗 你能不能证明一下 我那个时候正好正在跟Vincent打电话 我就说他那头也收到了截图 然后我就实话实说嘛 对吧 然后他回了我个interesting 意思就是嗯 挺有意思的 我不信 接下来他就问我说 这个email真的45分钟之前刚发出来的吗 我说对啊 我的朋友刚接到了就转发给我了 然后他就说好吧 然后过来一会儿呢 我就看他在他的推特里发说 哎呀有没有人能证实一下 这个email是不是真的假的呀 然后还at我 那我看啊 现在也有46个转发 很多的评论和点赞 与此同时呢 那个Soyer就是在推特上经常分享 这个特斯拉新闻的这些大V 就是主动的帮我证实 他说哎呀 我从我自己的各方面的渠道证明 这个Alan发的这一条 这个截图是真实有效的 然后呢 看着有100多个转发 1000多个赞 然后他还跑来私信我 问我说 哎你这个消息是哪来的 我说都一样对吧 你哪来的 我就哪来的 是吧 然后互相寒暄了一番 也就没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消息真的是传播 是分很多很多层了 就是过去了很多个小时之后 还有人在质疑说 马斯克真的发了这个的吗 他不是已经不在乎股价了吗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 鼓吹股价这啦哪个的 还有人说哎呀这个图 已经批的不能再假了 对吧 给我10分钟 我能给你批个6000块钱的 包括Dave本身 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 然后呢 一面我的评论区 已经有很多这个特斯拉的员工 说收到过类似的邮件 一面的一堆人评论说 不可能 能不能证实一下 还有人说 能不能证实一下 这个邮件不是被批的 还有人说 能不能证实一下 马斯克的邮箱没有被入侵 我就感觉到这个世界 认知的水平的宏宫 还是挺大的 也觉得特别好笑 就是我也不是什么闲人 对吧 我也没有空 就是PS这种东西来划冲取宠 我的信息 觉得是我证实过的渠道 之后才会给发出 给大家分享的 不过他们这个求真呢 务实的精神 还是值得表扬 最后Dave也是说 他很多方面证实 这个截图是真的 真的兜兜转转 还是会回来 对吧 还有一点就想不通 就是他从2013年 就投资特斯拉 就也这么大的一个股东 他怎么连个靠谱点的 这个信息源都没有呢 我有点费解啊 接下来 这个什么Gary Black 大佬也是评论 转发给出了他的观点 基本就是他那一套东西 也没有什么新奇的 有一个推引起了Dave Lee 还有我的重视 这个他这个哥们叫 考官Leo 说木头姐说的对 我相信他 然后他还说 我要买并且 加仓超过100万股的特斯拉 就这种消息吧 我一开始一看是不信的 对吧 然后我就点开了 他的这个profile 他说自称呢 他是这个特斯拉第三大的 个人投资者 我一看他13个follower 我就觉得 哎呀 是不是假号之类的 对吧 后来有很多人 看到他这个推特 并且转发 然后呢 也有就是网友 不抽嘛 就说在福布斯排行榜上 找到这个人 排名1444位 中文名字应该叫廖凯元 显示的这个净资产呢 实时的净资产 是21亿美金 后来啊 这个Chicken Genius 新加坡也转发了 他这条推特 等我今天一看 好家伙 这家伙粉丝 从我一开始看 只有13个粉丝 一下就涨了700多 一天涨本数量 直接超过我 这个推特上的follower啊 这是资本的力量嘛 然后这条推特 现在还是在持续的发酵中啊 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以后 这个之后的余波 会有什么样的蝴蝶效应 就是一个大佬说 他要加仓100万股 或者是说 他已经有100万股 还是要继续加仓 然后其他人看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一个反应 下面呢 现在这个节奏 已经不知道 渗透了多少层了 由于他们每一次的 转发评论 都会at我 我的这个推特 已经炸锅了啊 就是从一开始 大家在讨论 这个邮件的真假 后来讨论马斯克 讨论特斯拉的估值 讨论ARK基金的目标价 是不是太保守了 太疯狂了 到现在已经开始聊 什么芯片短缺 dojo 然后特斯拉产能 他有人聊起来 什么比亚迪 就是总之形形色色 琳琅满目 我真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网民的力量 这里面啊 这么多推 我最喜欢的是 M&PEPPER的评论 他也是我觉得 最接近老马本身的想法的 他说啊 其实这个3000块钱目标价 我们都是知道的 对吧 但是更重要的是 让特斯拉的 十多万员工知道 他会帮助他们 更加的有积极性 来工作 还有很多员工啊 现在选择这个付款方式的时候 还是选择现金 不是选择股票 这个可能会帮助他们 来这个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也是说啊 他们夜晚啊 彻夜加班的时候 真的很需要这些鸡血 这也是接下来 我想讲的 老马到底这个时候 发这个邮件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啊 这肯定不是内幕交易 对吧 首先他是转发的 Tesminia写的 关于ARK基金的目标价 其次呢 他是在内部邮件转发的 而且讲的都是 大家已经讨论了很久的 都认识 都知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而且对大众来说呢 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和新闻 他最原始的目的 就是为了激励员工 现在马上不是这个 季度末要交付了吗 每一个员工都要全力以赴的 达成这个quarter and push 加班加点在所难免 老马的邮件用词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 if we execute really well I agree with ARK Invest 它是有个先决条件的 if首先 我们得执行 得execute 还是得执行的非常好 really well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是说你们现在躺着 啥也不干 股价就能到3000 对吧 没有这样的事 特斯拉的未来的股价 还是在你们的手里 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懈 古古世纪这种事情呢 老马做的真不错 还有啊 大家可以算一下 现在的730美金 到2025年的3000美金 年复合增长率是多少 高得吓人 好吧 特斯拉包括马斯克 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 这么一个存在吧 它很正常的一个举动呢 在一个周末就可以 就是飞速的蔓延传播 一句话就激起了千层量 还炸出这么多大佬 我也是这个有幸的 站在了这个石头的这一边 在一个周末 看到了怎么第三大的 个人投资人都出来了 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在 见证这个历史 马斯克 包括特斯拉的员工 特斯拉的车主 特斯拉的投资者 我还有我们频道的支持者 订阅者 我们每一位都在经历和见证 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其实还挺感动的 留言告诉我 你认为这个邮件 对特斯拉的股价 有什么短期的影响吗 马斯克这个时候发了这个邮件 它还会有其他的什么意义吗 它的目的是为了推成股价 还是说为了激励员工 还是什么 我没有想到的点呢 如果这期视频 您觉得有点意思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